各位婚宁鄉親 大家好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今天的婚宁新聞 現在等接觸 秋季空氣不良的時尊 本年關閒報局為了選擇民眾 不讓歐巴在豪華小民間 除了有用來增在通報北台語卦 近時結合科技來的24點進鑑空 近近一步 占對農業用的索家部 進行回收再利用的計劃 希望可以有效為好原來的空氣平靜 看到準準的歐元春到天上 這時候民眾如果想要通報 自今年五月開始 歡迎觀看報局就已經生日內的通報備台 自前頭和家已經有六百多 為民眾加一項列 超過四百的案件完成通報 我們在平台在今年五月成立以後 就是開放民眾可以加入 目前加入的民眾大概有六百多位 整個環保局做一個統計數 大概是四百三十件左右 因為現在當整個手機 空氣平靜也漸漸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環保局是占對 在讓我隨意燒東西進行家庭客家 而且除了原本給民眾所用手機 軟體通報以外 到月開始也有一個科技感控的系統 24點進去 注意是不是有人黑白燒東西 管制作業就是分成第一個 我們要進行所謂的加強機查 加強主動機查的部分 那我們大概一年的一個機查數量 大概都是大概五六百件 顯示我們露天燃燒的頻率還相當的高 那第二個我們導入AI系統 那這個AI系統的話 它可以直接辨識起火點的位置 那主動通報給我們機查人員 那我們機查人員 就可以即時的去做一個機查 另外針對農業用的火器物 青春是塑膠布 通常如果是這些東西 提起燒的三星Om 造成空氣污染 所以廣府也推出 回收債利用的計位 只要民眾以以外的方式 就可以提供免費的親吻服務 針對我們農費的一個資源化 我們也提供 無論是我們的這個農模 地模、塑膠模 或是防蟲網 這種種的農業廢棄物 我們透過大家打一通電話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地點 幫大家來收這些農業廢棄物 在台西跟湖偉的清潔隊 都有我們 這清潔隊來幫我們做回收 回收以後我們會做成 再生的塑膠粒 這是落實真正的這些農業廢棄物 的資源回收再利用 生活環境的品質 不然是一個人就可以觀購好 緊需要大家的共同配合 其他這一系列的管理 可以提供管內的空氣品質 即將內部在參觀 都